嗨嗨 咱手里的随机的牢 可以召唤出各种各样的地牢 而刚才我就得到了极限胸甲 极限靴子 还有一把极限稿 这极限稿带效率物 还有食用物 就是通过咱们召唤的地牢 通过召唤地牢召唤出来 这什么鬼啊 这位朋友 你怎么把我和你关在了一起 这是不对的 把我放走 然后我们继续放地牢 希望能再来一个这样的地牢 这样我就可以拥有全套的极限装备了 我们现在有两件 并且还有五个右顶 我的妈呀 这是我拥有顶的最多的一次 我一次性拥有了五个顶 了不得 这五个顶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咱一会想想啊 这五个顶一个做头一个做胸甲 应该能够吧 不够的话应该 再来一个地牢也不可能一个顶都没有 反正我觉得差不多 该卖的卖掉再拿一批随机地牢 出现了吗 女王基多拉祭坛 中间的这个 这个箱子里拥有女王基多拉的蛋 兄弟们 这个蛋可不一般啊 它是女王基多拉的蛋 非常厉害 再看旁边的小地牢 我喝我喝 我喝我喝 这怪和平 这种击退型的怪物啊 就是强行变态 根本打不过 得到龙弹了 那我知道了 龙弹可以做最终之剑 还可以做龙水晶装甲 兄弟们 我感觉我要起飞了呀 把这些先卖了 一会咱们可以做超强装备 然后这上面的钻石也给他挖了 这一六不得价值个一千万 不至于 但是所有的加起来应该就差不多一千万了 你看 现在多少组了 一组多了 一组钻石块好像就不少吧 一组就四百七十万 那还是可以的 上面还有一点 全挖了一千万应该有 妹妹不要闹了 这妹妹又去开门去了 我们家妹妹会开门 牛不牛兄弟们 贼猛 两千一百万 也是过千万资产 现在还得到了一个女王基多拉的蛋 把剩下的随机地牢给放一下 看看能不能得到 那个王者基多拉 王者基多拉的蛋 我终于找到我绕口的词了 兄弟们 女王基多拉 女王基多拉的蛋 女王基多拉 哎呀 反正有时候说这几个词的时候 他就会 情不自禁地说错 然后先评后看养成习惯 大家记得随便评个什么都好 表情包都行 王爷风加加播放 这啥呀 运气也挺好啊 好家伙 王者基多拉的蛋我也有了 兄弟们 双弹在手 天下我有 两个 一个王者基多拉 一个女王基多拉 都是咱惹不起的东西啊 不过只是暂时性的惹不起 嘿嘿嘿 等我把那个装备一做 哎 这两个都得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现在收集一下他的这个东西 两千万做个锤子 这四个柱子加起来应该价值不菲 一个柱子少说一千万 上面你看这么多黄金 还有绿宝石块 而且是一面就那么多呀 什么概念 比咱们想象的要富有的多 红屋质41个太多了 差不多30个其实也用不了 然后我们再拿点钻石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把锤子啊 专门用来 给我们挖这个用的 就是 挖王者基多拉的这个柱子 锤子只需要这三种工具就可以 也拿女朋友做 这应该是做不了 我太久没玩等着交换了吧 怎么感觉做个这东西都不会了 再来个铲子 这边再来个稿子 还行 还都记得 钉头锤做好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几个柱子全都收了就行 很值钱哦 加满 看一个柱子能价值多少EMC值 目测应该有一千万 我们现在有多少 一千四百万 站在这个位置往下挖 看一看啊 背包都装不下的 一千四百万 然后卖掉以后是 握 两千六百 两千七百万 也就是说一个柱子呢 它能价值个 一千三百万左右 那还是非常富有的 鸾子 哈哈哈哈